2010年的1月4号 阿凡达在中国内地上映 取得了13.4亿的票房 整整11年过去了 阿凡达在豆瓣的评分依旧高达8.7分 当年是阿凡达让我们知道什么是3D效果 也是阿凡达让我们知道 排队一两个小时买电影票依然是心甘情愿 时隔11年3月12号 阿凡达将会在中国大陆重映 仅仅不到两天啊 截止到昨天下午3点左右 阿凡达在内地的重映票房 累计已经达到了5500万元 也就是说该片全球累计票房 已经达到了27.98亿美元 超过了此前全球票房冠军 复仇者联盟4 两年后重夺全球票房冠军 昨天记者在沈阳市各大影院看到 观影的很多人都是奔着一部影片而来 那就是阿凡达 阿凡达是由制作了经典爱情电影 泰坦尼克号的卡梅隆指导 影片主要讲述了人类 为取得潘多拉星球的资源 开启了阿凡达计划 通过3D效果 观众第一次体会到了电影 也可以立体 眼下阿凡达中国大陆重映 影迷们更是炸开了锅 一波回忆沙 让很多影迷纷纷下单 当年的时候看这个电影的人特别多 我印象中都排了挺长时间 对然后当时选的位置可能都是比较前面了 然后看的效果也觉得没有那么多理想 然后现在正好十多年了 然后包括疫情的时候也其实挺期待的 他重映的 这个备张高考 然后也没有时间看这电影 然后之后也是一期的原因 这个片子就被我耽搁了 然后正好赶上现在有阿凡达重映 就是也是感觉 也是给我自己的吧 就是能充分一下这个当年的期待 11年前 网络购票渠道远未普及 不少影迷在寒风中排长队购票 有的城市没有3D电影 影迷为了一睹阿凡达的风采 坐着火车去看电影 伴随着观众的期待 阿凡达重映以来 便展现出较强的票房号召力 据灯塔专业版显示 重映首日 阿凡达以15.1%的排片占比 共获得2309.82万元的票房 顺利登顶成为单日票房冠军 3月13号下午3点左右 阿凡达重新登上全球影史 单篇票房冠军榜座 今天早上赶上周末 然后很多人可能看了朋友圈之后 陆陆续续会来到影院 相信会比昨天的上市率更高 就在阿凡达继续展现票房号召力之时 已定当于2022年的阿凡达2 也逐渐步入供应倒计时 并在阿凡达重映的带动下 给此前已经累积的热度 又添了一把宅 前后两部作品先后登场下 阿凡达究竟能演绎出 什么样的市场传奇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记者孙军同号报道